街机四个月 阿帕器醉民宅 机毁人平安 画面中只见右上方一辆急速下降的直升机 一瞬间直升机撞上顶楼两间民宅 醉毁在屋顶上 让现场亲眼目睹的民众简直吓坏了 靠我们好险啊 这种头上过去 马路上满是铁窗装块 有炉地牛翻身 军方连忙拉起封锁线散开救灾 军机再度发生坠毁 隶属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601旅龙城部队编号808 售价7.7亿元的阿帕器直升机 昨天上午进行滞空飞行训练时 一应坐舱起雾 造成驾驶空间迷航 坠落在桃园县龙檀乡 中正路的民宅顶楼上方 前座飞行员刘明辉 脸部受伤逢12针 后座飞行员成龙千枚受伤 送一后都无大碍 事发现场 遭壮的西药房三楼顶几乎全毁 当时老板娘徐碧珠 只听到碰一声 一阵天摇地动后 邻居慌张进门告知 他才知道 原来有直升机 醉毁在自家顶楼 老板闻讯后赶回家 见到妻子 不经相拥而泣 你们来 我们来抓牌 你很吓到我就对了 我怕吓到心脏一发作 我是碰一声 我以为是车祸 真的 我以为是车祸 然后奇怪不对 有装配料下来了 然后我就听到 人家说飞机掉下来了 所见这场意外 也没有造成居民伤亡 军方也承诺 会全权负责一切损失 动新闻 桃源报导 他再次带你来说